亚洲首富轰然倒塌资产缩税80% 王健林加快调整上万达重回巅峰 大家对于王健林的名字应该已经有雷挂耳了吧 在2013年的时候 王健林已经成为了中国的首富了 到了福布斯2017年公布富豪榜的时候 王健林以313亿美元的净资产超越了李嘉诚 成为了2017年的亚洲首富 在今年发布的富豪榜当中 除了马人家族为列中国首富之位成为热点之外 跌落到了第五名的王健林 也是让人始料为急 这两年的时间里 王健林营下的资产 已经从2500亿的巅峰降到了500亿元 资产一下子缩水了80% 这么大资产的落差 王健林这两年到底是怎么度过的 王健林的事业发展是有着浓厚的传奇色彩 从他早年时期入伍当兵 直到从部队转业之后进入政府工作 从1989年的时候 王健林担任大连万达集团的董事长之位 他的事业进入了飞速发展的状态当中 在王健林对大连万达近30年时间的发展当中 已经将万达逐渐发展 形成了集文化 商业和地产 以及金融为一体的庞大产业集团 他的旗下曾经持有3387万平方米物业面积的万达商业 拥有全国各地万达商场207座 万达在2017年财富到世界500强企业当中 仍有排名第380名 万达曾经还宣称 万达到了哪里金融圈就在哪里 王健林在近十年时间当中 随着万达的费数发展 他的财富也是登峰造极 他随着市场的发展和政府的步伐 不断在世界各地发展公司产业 万达无论是对房地产行业 还是旅游业等各个行业 都有着广泛的投资 万达集团投资中最著名的 应该就是曾用35亿美元 对美国传奇营业进行了收购 这些年万达对于海外的不断投资 大约计算一下 应该接近2500亿人民币的总额 王健林最让大家熟知的一段话 应该就是在接受采访时说出的 他先定个小目标正他一个亿 这个小目标也成了当时街头向为 广为流传的一段佳话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走得太快了 要知道高处不胜寒 国家在2017年的时候 对境外投资发布了有关政策 这一政策的推出 让万达燃养马翻 要知道万达是靠银行融资 才能够投资这么多的项目 而这一新政策的出台 让万达在获得银行融资方面 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万达许多国外投资项面 都面临着资金的断裂 有些甚至可能破产 正因如此 大家看到王健林将曾经的产业纷纷抛售 并且提出了轻资产的方向道路 目前为止 万达海外投资已经减了500亿元的资产 相比颠峰时期 而年缩水了80% 王健林不愧是带领外达走到如今的领寸者 虽然资产大幅缩水 但是在遇到了资金的情况 他还能够将整个企业调整得如此 到目前的发展战略当中 让万达没有因为断裂的资金链而破产倒闭 对于王健林而言 他的压力强人也是无法想象的 但是相信他的努力不会白白浪费 现在已经很少出现 得他能够带领万达集团重回巅峰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